過了12個小時之後這個Everlight Bounty Ball 這叫做賞金籃就已經算是完成了 等12個小時 這邊有好多獎勵 拍拍手 就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 Bounty Level升級了 這個是賞金嗎 所謂的賞金籃是不是 升級了 這什麼東西啊 Take One Bounty Quest 是不是像我們的選賞欄啊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要接什麼樣的選賞欄嗎 要等12個小時喔 然後可以快速的選擇 然後呢 什麼3 bonus 你要選NPC喔 這個10% 3個都選了 又要等12個小時喔 所以說這個就是每日任務嘛 懸賞欄這個樣子喔 拜託不要再當掉了 然後呢我們再看一下 回到這個地方每天是不是有一抽呢 沒有 是不是要送你10抽 送我什麼東西 現在是在測試環境 3000賺 不錯喔 不過呢這個一定是肯定是會三檔的啦 然後呢再加上說他這個 測試也是有時間 每天一看米瑞爾的大腿喔 好 那10抽後是2700賺 好 不要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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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不要盪掉 有一張特別飄下來 沒有金色是紫色的 米瑞爾耶 米瑞爾 這樣子 兩個米瑞爾喔 那我是不是要玩一下米瑞爾 對不對 也許他很強啊 在劍遠陣是肥料的存在 我們看一下我獲得兩隻米瑞爾 所以我可以給他升階了 升階 OK 棒棒喔 OK 好 那我決定多玩幾個耀光喔 補師 你給我 等一下喔 你給我下去 我要米瑞爾 大姐姐屬性 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裝備 掛了一天的網 我今天都沒有玩了 我現在現在是晚上的大概 這個 12點 12點多 來看一下喔 又掛到一些裝備 這個裝備好像是直接上點了之後大家都可以裝喔 其實 他有簡化很多功能啦 所以說還是有優化的 但是呢劍遠陣的傳統 傳統依舊是不甘不克喔 所以說就是 看看 這部分有沒有做到 不甘不克 輕鬆放置 這是我對劍遠陣的評價 好我們再繼續走 因為呢 為什麼要繼續走呢 就是繼續主線嘛 恩還是當掉了 再來角色似乎是在升到30級的時候呢還可以再升一階喔 在劍遠陣的話呢 20級我記得在下一級是40級 那在這個地方呢是30級就升階了 那看來呢我要趕快把大家先平均升到30級喔 因為我們知道升階吃粉塵然後呢 會解鎖這個技能 這個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初期的時候 升一階的話呢 角色的這個屬性會大幅的提升 然後這款遊戲呢應該是沒有像共鳴水星的存在 那這個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神域那一款遊戲喔 就是你升級的話呢 其他的等級啊 下面等級全部全部都會拉上去喔 所以這還蠻方便喔 你不用在那邊擺水晶啊 然後在那邊一個一個一個這個這個解開喔 好這樣子呢 我這樣子大家都有31級了 那經驗值也吃得差不多了 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就繼續探險 趕快多打一些主線的這個進度 然後看看可以開哪些機制喔 The Chosen One Who are you 等一下 這是不是NPC啊 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上面有ID 那是玩家 他故意取名叫了秋聖丸 這個不是那個影片的嗎 炸 我有炸到敵人嗎 有耶炸死了 可是好像稍微盾了一下 然後 所以 他是有玩家站在那個地方 但是那個不是即時的玩家 有一點點像是 你走開 等一下喔 我要 我要 我要選擇 不對不對不是你 我要玩米瑞兒 我要玩米瑞兒 這個樣子 好 他我覺得像是 就是非即時的 可能是這個玩家 他 他可能是在這個進度 然後你會看到玩家站在那個地方 但是呢 就是 就是說 不是像一般的那種 即時是MORPG 你可以 即時跟他互動啊 之類的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資料 然後大概知道說 每一個人是在什麼地方 其實你也可以理解為是 劍與遠征的這個主線進度 然後呢 是這個 誰啊 推到第幾關啊 之類的 然後呢 也是一樣 拿寶箱 那我們現在做的這個 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是在推 主線的這個進度 如果說我現在比那些人 又當掉 我現在比那些人多走幾步呢 代表是說 我又比他們多贏了幾隻怪物 所以說這個進度才會再繼續往前 那探索地圖的部分呢 我等一下我會直接跳過 然後看看有開什麼新的機制 我們再把影片剪進來 因為 看起來呢 我還是會一直斷掉一直斷掉 那左上方這邊有寫一個這個版本 1.06 我們就叫他1.06 那我下載的APK版本是1.05 所以說他應該是會陸續的更新啦 那不知道說有在玩這個 街影遠征2 騎乘的人 有沒有像我一樣 這麼一直盪掉的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是不是因為說 我的這個螢幕錄影的程式的關係 還是說Android系統的關係 這個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總而言之呢 我大概就是 3分鐘左右就會 就會盪掉一次 這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痛苦 但是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只是測試版 而且我是下載這個APK版本 正式上限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說我覺得 這點的話呢 就是 如果說 這個 在這個效能的部分 還有這個 怎麼講 系統啊 還有就是 機制啊 當劍的部分 都處理好的話 應該是可以玩得比較流暢一些喔 好我們就繼續走吧 這可以不打是不是 可是他擋我的路啊 有些敵人 他是會衝過來的 那種應該是屬於主線的戰鬥 有些是可能是挑戰的關卡吧 有沒有 像這一關的話 他就特別 有兩道牆卡在那個地方 阿龍的這個大招就真的蠻強的 他結合了把敵人集中然後在一起攻擊的這個特性喔 不會是設定為金色的這個英雄喔 不會是設定為金色的這個英雄喔 我覺得蘆修絲蠻適合新手使用的 我原本是用獅子 可是我覺得獅子就是衝過去然後很容易就死掉 好像跟劍野燈一開始的獅子一樣 但是我覺得有蘆修絲之後呢 整體的這個 這個怎麼講呢 血量的健康啊 續航度啊 還有這個坦度啊 確實是提升 提升不少 這什麼 草嗎 好抱歉英文不好 我們就不要管他了 又衝過來 每走幾步路敵人就衝過來 但是呢這個是 你把小城市在推地圖 並不是那個什麼 踩了一次 遇到敵人 這個不一樣 因為我們就是趕快 這個繼續往前進 然後 到下一張地圖 這樣子才會多開一些機制喔 譬如說 公會啊 又或者是意見迷宮啊 還是說這個 一直 一直想要期待說 到底這個王座之塔 推塔又是什麼樣的形式喔 這邊有一個寶箱 過不去 過不去 這裡是個小村莊 隱藏的寶箱 當掉了 那我過到下一個這個主線之後呢 就解鎖了這個Everlight這個Arena 那這個應該是競技場吧 然後我們就 就隨便上陣 有沒有推薦好像沒有 那就隨便擺了 然後防守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然後埃隆 這樣子 米瑞兒在後排然後萊卡 米瑞兒 好我就這樣子擺了 好設定好了這樣子 然後呢Start Challenge 這個樣子然後這個應該是類似排行榜之類的吧 喔獎杯 喔這個 這是什麼天秤嗎 競技場商店啊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我們來挑戰一下我現在是1000分嘛 蹦蹦蹦這樣這個樣子 VV3 來打一下 我的戰力是多少 6036 那我們隨便擺 看起來我多一點點齁好像半斤八兩吧 好競技場戰鬥開始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需要的是跳過 不過可能跳過功能的話 應該是會綁在這個VIP 對方是有古王嗎 哇誰會贏呢我的第一場 競技場 所以我的戰力大概是在 6900 好像好像他比較強耶 喔又盪掉了 盪掉很正常 我們再重開一次 然後再找一個新的敵人來打 來看看說這個戰鬥結束之後呢 他的這個呈現的方式是怎樣 哇你看我的愛隆把人家 把人家集中在一起打 喔我的天啊 好因為當的太嚴重了齁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齁 我剛剛這是戰鬥勝利的 應該說戰鬥幾場的這個紀錄 然後有勝利了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 這一個競技場的資源齁 你看每天獲得這個 這個競技場幣 然後呢這是一個禮拜 然後就是season 就是賽季 這樣子 然後first time 第一次 第一次的這個得獎 好所以說這個就是競技場齁 然後 我現在是在地圖擠開競技場 切出來我不要再打了齁 這個一直盪掉 實在是 光是在那邊重開我就已經保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現在這個世界地圖是在 等一下喔 Area 1-2 1-2的時候會開放這一個 這個競技場 然後再來這邊是 1-3 1-4 1-5 1-6 好那我們就繼續開始推進吧 如果當掉的話那我就直接取消了 這一個推主線的過程呢就直接跳過 也不是說跳過啦如果說如果當掉之後呢我這邊就會 直接錄到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新的地方 好那到了一個新的地圖 當然是要先啟動這個傳送陣啊 好這樣就方便很多了喔 地上都是支援喔 新地圖 好接下來就是推主線齁 就是找 找敵人打 然後拿一拿地上的寶箱 寶箱的話也是有這個普通抽 這邊有個寶箱 在這裡 東西這個算很少吧 這邊有一個任務齁 好 哈囉 好我們就直接跳過 跳過完就當掉了 那這個地圖上面呢這是我第一次走到這個地圖 這邊原本是個廢墟然後打倒敵人之後呢 他的這邊有寫星塵跟經驗值就增加了 所以說 地圖上面可能會有一些地點會讓你增加這個掛機的資源 好那就繼續往前走 這是1-2的部分 然後呢原先 這個地圖上面跑過來 跑過來都是一些很像什麼哥布林啊之類的這個敵人喔 那走到這個1-2的關卡好像衝過來的是 像我剛剛我就看到那個盧修斯衝過來喔 那這一次又是敵人了齁 所以說 所以這個衝過來的 他並不見得長的都是像怪物 也有可能是一般的這個你的你的那個角色 看他的這個這個敵人的這個組成喔 不過呢當機的這個狀況還是蠻嚴重的這樣子 呵呵真的耶 好這個是異界迷宮的機制嗎 當我又過到下一張地圖之後呢 就開啟了這個異界迷宮 應該是異界迷宮 因為你看他這邊寫一個refresh 就是更新時間還有再過6個小時 那現在時間是凌晨的1點鐘 再過6個小時又52分鐘 是早上8點鐘 那早上8點鐘是劍永珍更新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劍永珍2也是一樣的這個時間喔 那我們就看看怎麼樣玩吧 點一下這個對不對 好 那至於說主線的話呢 這個地圖喔 這個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主線的地圖 你可以有些敵人不用打 你可以直接衝到這個這個地圖的邊界 那我也是不得已的 因為我一直戰鬥我就會一直盪掉 所以我就直接往這個邊界去衝 然後就可以到了下一個這個章節 那到了下一個章節 也就是說地圖新的地圖之後呢 這個掛機的資源呢也會跟著提升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吼 無腦的往這個 下一張地圖直接衝的話 如果說你實力夠的話 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喔 好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這個樣子 異見迷宮 拜託拜託不要再盪掉了 希望可以錄得完整一點 哇這個是 有一個穿越的感覺喔 這什麼東西啊 Tap here to see how far 這個樣子 這是BOSS嗎 然後我們往上滑 有兩隻BOSS是不是 好看不是很懂喔 然後 呃我也沒什麼選擇 我就是我就是只能夠跟他打 欸欸欸欸好 OK 所以這個是一界迷宮嗎 應該是吧 好我們就把我們的角色放上來 好光盾在上 星球的第1次一界迷宮應該是 輕輕鬆鬆才對 然後會獲得BUFF嗎 冰火之劍 恩 果然盪掉了 沒關係 我就一段一段撿 看看 看看他到底是多能盪 好繼續繼續 OKOK這個敵人擊敗了 然後呢 我還要走過來摸一下 喔對不對 這個是BUFF 然後英文不好 隨便選 選跟攻擊力有關係的 然後異界迷宮 好麻煩喔 你還是要用走的 我可以用點的嗎 不能齁 這邊 Select Contain 3 You can select receive anyone 你可以選擇獲得什麼挖鉤的 Pure Crystal Use 這什麼東西啊 好反正就是會有不一樣的這個 這個門讓你選擇嘛 好那我走這邊 走過來了 好 我不理你 好不行 好 這個敵人也是一點問號 嗯嗯 OK好繼續戰鬥 看我的愛龍 金色的愛龍 哇 我變成了BUFF啦 這個是金色的 我們還可以看一下 不管他了 反正也看不懂 這邊有金色這什麼東西啊 管他了齁就直接走過去了 好到了下一層喔 一下跳到29級了 再來 我是覺得有點 有點累贅啦 你還要滑過去 然後還要點戰鬥 因為你也沒得選啊 你到這個地方你就只有戰鬥了嘛 他那個可能是可以讓你先看一下這個敵人的陣型啦 但是對我這個胖胖手跟這個手長玩家來說 我覺得還要滑過去 然後還要再點 就覺得 我是覺得有點K啦 雖然說你 雖然說這個2.5D的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畫面齁 的確是比較 比較炫一點 可是就覺得這樣子走呢 反而比較 花一點時間喔 欸欸欸 這個有一點動畫對不對 那我們選這個吧 好 又是敵人了 等級多兩級 好 再繼續挑戰 哇已經打兩場戰鬥了 感覺快要盪掉了快要盪掉了 先打預防針喔 但沒關係 我會直接把 把他那個剪輯掉齁 其實在這個遊玩過程中 我已經看了十幾次的開頭畫面了 好 什麼BUFF 管他的齁 跟這個攻擊力有關係的齁 前面是一個寶箱 只有一條路了 寶箱有一個 很像 很像這個 侍衛長 唉呦 埃隆是敵人喔 我覺得新手隊 一隻如修斯 然後 萊卡加速埃隆的話 應該會打得還蠻 蠻順暢的喔 不過這個還很 還很前期啦 所以說我覺得 什麼 Enemy Defeat 獲得了 獲得寶箱 不錯 這第一層了吧 然後再來第二層 好 我還要再走上來 我們可以看看敵人的隊伍 然後再戰鬥 最近建議遠征多了這個一次掃蕩一二關齁 不知道說建議遠征二 在這一個推 推仗的機制有沒有一些比較便利的方式喔 不過現在兩倍速其實就還蠻快的齁 當然這個當機是因為測試版啦 如果說開了四倍速的話 那應該是打起來應該是還蠻爽的喔 對不起不翻譯了齁 直接亂選 這邊有個紅色的 有沒有什麼傷人啊 還是補血的 欸我都沒有走到什麼補血的喔 都是戰鬥喔 唉唷嚇我一跳 我也要盪掉了 我的血量 唉唷不錯不錯 如修斯會補血還記得嗎 對不對 新手奶 如修斯可以當我的新手奶 就不要上那個小羊了啦 喔 輸出就是一切 對不對 而且你看那個米瑞的大腿 欸該來的還是要來 這個這次他不是跳回畫面 他是整個黑屏喔 好沒關係齁 我們就直接跳過 好繼續囉 拿buff囉 這個好像是跟攻擊力有關係吧 好 我們再走一個門 又是敵人 好又是敵人 走過來 按戰鬥 我看看齁 這邊有沒有什麼 效能資訊 看一下齁 CPU29 36 GP 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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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ack at a high price 我現在有100 這什麼東西啊 Pure crystal 這個是不是在這邊才能使用啊 所以我可以買東西嗎 我已經買了 這什麼東西啊 選一個這個 我選這個 這樣子 我已經花掉了 好 拜拜 因為我的那個寶石也不夠了 這個東西可以存嗎 還是說一次戰鬥只會有一個 哎呦 盧羞絲喔 而且是46級的盧羞絲 這隻火鳥應該是米瑞爾吧 啊 我死掉了 這應該是比較強的buff吧 三個room 3 times 這什麼意思啊 recover hills 回血 好 三次 這什麼挖狗 好 這樣子 好 我玩到一劍迷宮 我覺得接下來就 就不用玩了 因為我覺得已經大概可以知道說 這是什麼樣的遊戲機制了 我們競技場也玩到了 然後主線也玩到了 角色戰鬥也玩到了 然後這是一劍迷宮 那再來頂多就是工會嘛 然後競技場也玩到了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了 劍眼神2先玩到這個地方 好 等他有更新新的版本 我不會一直玩一直盪掉 再說好了 因為我覺得已經有對他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 又來了 GPU突然變成0了 17 是 遊戲整個盪掉了嗎 好 沒關係 我們有始有終 我們還是要玩到這一個 這一次一劍迷宮全部都通關了 好 這是第二層的BOSS 應該是一個比較強的BUFF 然後呢 哎唷 左邊好像是水晶對不對 是獲得水晶嗎 好 我們來打這個 我剛剛右上角水晶是25 那我剛剛走了一個 很像水晶圖案的門 是擊敗這個敵人之後呢 我會獲得水晶嗎 畫面是真的做得很精緻啦 真的耶 我獲得75個水晶耶 那我再繼續拿水晶好了 到底有多少敵人啊 等一下 我現在可以在13乘14 15 16 17 18 19 20 20關是不是 我現在是在第13 欸 亞頓在這個地方喔 老頭 地上會把人家綁起來嗎 欸 好像他把我綁起來了喔 現在有這新手的時候 老頭是一隻很重要的角色喔 有沒有 開場綁三個人 哇 我死掉了 水晶 要嘛是獲得水晶 要嘛是獲得Buff 是不是這個樣子 嗯 我覺得我應該獲得了一些不錯的Buff吧 嗯 我覺得我應該獲得了一些不錯的Buff吧 喔 越推好像越好推喔 好 好 過關過關 繼續繼續 選擇Buff 然後呢 這是第15層了喔 OK 喔 又是一個水晶關喔 所以打倒這個Boss之後呢 我會獲得大量的水晶喔 好 這個是Boss了 Boss了 欸這關不一樣喔 喔 我又要重新選角色了 那 也 也沒有什麼要改的啊 喔唷 22條血是不是 喔 血蠻多的捏 有沒有什麼雙子啊 趴趴熊啊 對不對 不會吧 我要卡在這個地方了嗎 嗯 拜託不要不要不要 好 不完了不完了 那這個 如果說有人有更新的版本 再跟我講喔 因為我連那個Boss啊 每次打到大概20秒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當掉喔 那另外呢 這個主角有主角的技能喔 我剛才注意到喔 在一開始戰鬥的地方呢 我們看一下左下角 這個地方 我還以為說這個地方是在教我們說 這個陣營護客 不是喔 我們選擇這個地方喔 他會有不一樣的這個技能 所以因為像主角的話 他是會幫這個友軍補血的 看來是不只補血喔 他會有一些其他的這個 這個算是 這個算是隊長技吧 這個樣子 好了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建議員之後 我暫時應該是不會玩喔 除非他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版本 又或者是說 其實是我手機的問題 我也不是很確定喔 好了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阿歌 我們下次見 看到文裝ov 等下我們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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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我們下你 謝謝你 我們下一個裡